大风车 天哪 这吸尘器怎么变成了吹尘器了 所有的衣服都干了 如果都能抓拍到童鸣的照片 那一定会是更精彩更生动 大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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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金色秋日里美好的一天 奇妙小镇的每个人都忙着让这一切变得干干净净 而姜果的工作是最不轻松的 因为秋天的树叶会不停地往下飘落 也许用吸尘器能把这些树叶都吸走 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但是 怎么吸不进去呢 对 去找包包想想办法 现在这个吸尘器一定能够帮助姜果好好的工作 让我把这吸尘器再给好好的调一调 天哪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吸尘器怎么变成了吹尘器了 但是姜果却很兴奋 也许这个新功能更能够帮助他好好地工作 但是姜果想错了 他惹出大麻烦来了 这就是要他 為何入陸喬 广场倒是吹干净 可是大家的身上 好吧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我帮你们洗衣服 大家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那就麻烦你讲过了 姜果要洗的衣服太多了 要不是大家来帮助他 姜果恐怕都回不了家了 齐齐从她的商店里搬出了一大盒洗衣粉给姜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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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pt 好 终于全部的衣服都洗干净了 可是晾干衣服却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可怎么办呢 那就做一些别的事情 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大家开心的玩了半天 可是衣服还是没有干 电风扇是个好办法 可是琪琪的这个电风扇太小了 还是没有用啊 那就加大锋烈 江国忽然有办法了 这是什么 吹尘器 不管怎么说 所有的衣服都干了 现在的奇妙小镇比以前更加干净了 这可是江国的功劳哦 优优独播剧场上 糟糕 祝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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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小镇上 普通而又平常的一天 秀秀正在咪咪的餐厅里 帮着她画图片 可是秀秀觉得 咪咪的这些图片 怎么都一模一样了 这样看上去 不是太单调了 秀秀突发奇想 她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不如去给我们的朋友们 每人拍张照片 然后在你的餐厅里 举办一个图片展 怎么样 秀秀跑去奇妙那里 借相机 可是 奇妙 我的相机呢 我想起来了 在我的神奇消失柜里呢 消失柜 消失柜 相机自然就消失了 奇妙 让我来试试 照相机 天哪 我也会使用魔法 谢谢 秀秀 可从来没有拍过照片 要想拍出好的照片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发行 秀秀继续来给宝宝拍照片了 准备好了吗 让我看看 没关系 秀秀 我们再来一遍 糟了 还不如刚才那张 对不起 宝宝 秀秀又跑去给江国拍照片 你这么跳来跳去的 难道要让我跟着你一起跳着拍吗 江国 别动 还凑合吧 就是她了 秀秀把她拍的照片拿去给咪咪看 咪咪看了之后觉得 你拍的实在不怎么样 那我就 再去拍一遍 我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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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着你这种 我一定会打开 我会打开 我还给你打开 我打开 我船咪看 我看你打开 我打开 我以后你打开 嗯 有点意思 这一组照片的效果应该不错 我也过来 预备 齐齐突然发现 秀秀 是不是你的照相机 自拍计时期的开关忘了开呀 你看看 好了 快快快快 哎呦 秀秀啊 你这回的想法倒是不错 可是拍出的效果 还是不怎么样 哦 对不起 到点了 我该做饭了 秀秀又一次举起了照相机 对呀 如果都能抓拍到朋友们的照片 那一定会是更精彩 更生动 为了能够近距离的抓拍 又不被朋友们发现自己 秀秀甚至 把自己装扮成了一棵 就说大植物 有意思 果然效果不错 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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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墙布置完毕 各位 可是秀秀 你们安静点好不好 秀秀非常紧张 他害怕朋友们不喜欢他给他们拍的照片 结果却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好评 秀秀拍的照片太精彩了 没有秀秀的照片呢 我们大家赶紧为秀秀拍一张吧 秀秀来 这次的图片展精彩而又生动 给小镇上的每个人都留下了一份美好的记忆 有了这对翅膀了赛普一定可以飞到月亮上去 我来了 天哪 我的斯班纳去哪了 找到小熊 一切才会豪权 终于找到斯班纳了 真 Ben 一切换 这个床 是 这一切 这一切 何 等 你